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的赏息 那么我们这个单元我们介绍 几率下限的估计 这个题目是高考的考题 这个题目有关于柴笔雪赋不等式的一些应用 那么题目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内容 假设X是一个随机变数 那么期望值他告诉我们了是2 平方的期望值他告诉了我们是9 那要我们来估计 这个X在负2到6之间几率的下限 就是说它的几率至少要多少 那么首先我们先将这个柴笔雪赋不等式的内容 先列出来给各位同学复习一下 什么是柴笔雪赋不等式呢 柴笔雪赋不等式是说的是 P就是指的是几率 X夹在μ减掉Kσ 这个几率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在μ的左右K倍的标准差的范围之内的几率 至少至少要多少呢 1减掉K平方分之1 那么因为这个题目用到了一个Sigma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 要先算一下它的变异数是多少 各位同学要知道什么是变异数呢 Variance的X的话呢 我们可以利用的是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所以本题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直接写出来 这边是2的平方是4 所以是5 变异数是5 那么我们的标准差就可以算了 是多少跟号5 那么要怎么样去套这个题目 题目是说的是 负2到X到6 那么我们怎么套进去呢 因为这个期望值是2 我们把它改写一下 这个地方是2 2就要减4才会变成负2 这是2加4 那么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是至少大于等于 1减掉K平方 好 分之1 那么我们看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KSigma 这是KSigma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K找出来就可以了 以这个题目来说 我们的K是几呢 因为4是多少 KSigma K乘上根号5 所以本题的K 我们已经知道了 是根号5分之4 那么它至少是多少 1减掉K平方分之1 那么我们把它套进去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地方并不需要直接算 因为它平方了以后 这边反而会好算 变成5 所以这边是1减掉K平方分之1 这个平方K平方是几 这个16除以5 这边是16除以5 也就是1减掉 16分之5 也就是 16分之11 所以这个题目 我们很轻易地使用了 柴比雪负的不等式 算出了这个的几率 就是负2到6之间的几率 至少是多少 至少是16分之11 那么至少是16分之11 就代表的是 这是几率的下限